江瑜話道歉 江瑜話道歉 高雄所有的石化工業區都是中央政府強迫高雄人要的 1990年的時候 郝龍斌的爸爸 郝伯春 面對後進人反武器犯了三年 他帶了一千多名的鎮暴警察南下夜宿在後進 強迫高雄人接受在那邊蓋第五座親油裂結廠 第五座親油裂結廠出來之後呢 旁邊的大社石化工業區才有今天李長榮化工 在那邊可以有公料 這是整個西唐化 當年延續到現在的國民黨政權對於大高雄人的壓迫 反應在就是整個石化政策上 然後今天你出事了 就說這是高雄人的責任 說實在的實在是太太離譜了 所以我們再來喊一次口號 江椅花道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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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張家住下台 張家柱下台 其實中油在這個當年要興建武清廠的時候 在1987年後進人抗爭到1990 後來經濟部長就當年的經濟部長叫蕭萬長 就給了後進人25年官場的承諾 25年就快到就是2015 在同一個時間因為大社工業區 就是李長榮所在的大社工業區也曾發生過嚴重的爆炸 所以呢當時的經濟部也跟大社人承諾說 他們2018年就是隨著這個中油關廠之後他們也要關廠 所以如果這兩個工廠這兩個工業區順利關起來的話 就不太需要有那麼大量的這個石化管線由南往回送 所以會減少非常多的風險 所以我們才要求說如果真的重視整個大高雄的產業發展 應該先投資資源進行產業轉型 然後呢把這樣的政府已經事先承諾了兩個工業區一線關係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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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謝謝